说仁义理直信 在此之前是三纲 这是五常 那三纲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个夫为七纲 现在人还在纠结 不懂 你拿出这八个字 一算就知道了 我克者为七财 凡是我能驾驭的 这个七跟财是同物 那我要掌控的 不为我用的 那甚至说反过来 受其累的 那就不是你 那就很累 那就很麻烦 没必要 那反过来呢 就是这个 克我者 驾驭我的 关心我的 管我的 这个就是丈夫 这样算才会准 那古人千年以来都是如此 而且男女有别 因为一个是他 那个是他 所以这两个 甚至有的事情 应验了会相反 所以说 算法也是不一样 现在人搞不懂 把女人当男人这样一起算 所以过得什么日子 这个仁义理智性呢 在此之前 是仁义理智 在之前是仁义理 分别由孔子 孟子 直到董仲书 汉朝 这个儒家 才整个成体系 这五个 就演变成五常 现在人所重皆知的 但是 现在人知道的可能 并不多了 更不要讲运用了 以至于之后 就发展出这个 对应所谓的五行 五位 五器 五脏 五什么什么 就整个的一个体系 当然除了这些字之外呢 还有很多字 你比如说当初 孔子也提过 智能诱 以及 什么忠孝节义 理义廉耻 有如有道 这些 其他派别的 很多 还有 文良共俭绕 什么 中 这个廉耻 什么这些字 数 等等 但是 我们 只讲 这个 成体系的 其他的 可能一个字 代表一个半字 两个字 都融合在一起了 不好去拆解 可能同样的字 他就 也表示的意思 甚至不一样 在他这个几个字体系当中 这个人 指的是侧隐之心 人这个字 将心比心 两个人 你怎么样 他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有个书 公平对待 一事同仁 然后 义 就是 这个差 好像这个事情不对 或者是两个人打架 我中间我就站出来 维持这个和平 你事强流弱 我就不可以 这个主的是阳 而人主的是阴 藏在内心的这些 才是本根的 更根本 这个只是做书 实在没办法 我就得凸显出来了 然后 礼 指的是 恭敬之心 可能 要人人 都有做到 这个就叫礼 所以说道德经讲 这个 识得而后人 识人而后义 识义而后礼 就没办法 搞成这个 你本来内心 人的本性 应当如此 你非要 搞到这个地步 甚至最后成为法律条文 没办法 然后最后 就是 是非之心 这就要动心思了 这个就更麻烦 人这个心机 最后 还有就是这个信 现在社会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信用危机 契约精神 跟西方学了的这些 过去中国是 君子口头协议 你其实 写了 以字为凭据 很多也没有用 这个都在人心 只在人心 而并非在人言 这个信 阿尔 阿尔 感谢观看